嗨大家 在我們開始這支影片之前 先讓我們靜靜的享受這個 就位的背景 我真的好久沒有在這裡拍影片 我覺得這感覺有點不太真實 今天早上起來之後 我還有一點點時差 所以我蠻早起來的 起床之後就去洗澡跟洗頭 所以你們看我的頭 非常的蓬鬆 非常的香 你們聞 結果到時候品牌看到剛剛那一段 然後說 麻煩剪掉 因為這跟今天的影片完全不關 謝謝 好趕快進入正題了 今天的影片是想跟大家一起做一個粉底實測 也是我很久沒有做的一個主題 那今天的主角呢 就是蘭庫他們的 零粉感超持久粉底液 這一瓶粉底液就是我在Vlogmas期間去日本 在京都的影片裡面 不是有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 Get Ready With Me嗎 在去日本之前 我就開始試用這個粉底液了 然後那時候去日本的時候 我全程也都只有用它 而且我只有帶它出國 你們說這個行為是非常大膽 我那時候想說 就測試看看台灣跟日本兩個氣候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用這個粉底液的感覺是怎麼樣 但是我在台灣試用的時候 我就非常喜歡了 所以我想說 那出國的時候乾脆就只帶它好了 比較不像我的行為 因為我通常出國會帶兩三種粉底液做預備 就如果說皮膚狀況不好或是天氣影響的話 我至少有不同的粉底液可以做選擇 但我那時候真的就是有帶它 然後在進度這麼冷的天氣下 我對這一瓶粉底液超級滿意 我直接先跟大家說為什麼 如果你們不知道的話 我的膚質是混合偏乾 所以我如果在冬天用持久型粉底的話 就很容易看起來會浮粉或是妝感厚重 這個粉底就很適合像我這種 在冬天之後它像有一點微霧妝感 但是同時要夠持久 又要夠水潤貼妝的人 如果你們是第一次看我粉底實測的話 我想要先說粉底實測完全是依照個人習慣 沒有一個正確的標準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是按照我平常上妝的方式 一樣會上妝前乳蜜粉跟定妝噴霧 因為這樣子我可以更準確知道說 如果我是按照平常上妝程序的話 這個粉底到底適不適合我 就不會有其他想法 可能像說如果我有上控油妝前 或是如果我有上蜜粉的話 結果會不會不一樣等等的 那我接下來就邊上妝邊跟大家講講 這個粉底的特色 首先它的瓶身是我最愛的那種陶瓷霧面玻璃罐 有沒有看到 跟我的指甲一樣是無面的 你們看我指甲是不是很美 喔不對重點不是我指甲 重點是這個粉底 不過對 這個是我昨天去做的指甲 非常的喜歡 你們看是不是跟這個瓶身非常的搭配呢 鴨頭擠一下就是出這樣子的量 因為水分高出它的流動性跟延展性都很強 粉底是屬於那種輕盈細緻的 而且連塗在手肘上看起來都是很平滑的 我先簡單的上個防曬 你們沒有看錯 我的確是穿著我的睡衣在跟大家講話 雖然今天要做粉底實測 但是我應該會一整天都待在家裡 因為你知道最近外面不停的下雨 天氣又很冷 然後家裡有很多瑣碎的事情要處理 我還要煮飯等等的 所以今天就是在家的一個實測 不過等一下因為會煮飯 所以你知道還是會有那種油煙啊等等的 而且下午也要一直用電腦 所以當作是上班族的生活 在辦公室裡面實測粉底 現在在上妝前乳 大家你們目前2020新年之後過得還好嗎 so far 我的話呢就是還在調時差 盡量有慢慢開始回去煮飯 就是要抓一下那個感覺 因為我已經三個月沒有煮飯了 不過前兩天煮的你知道至少都還可以吃得下去 然後根本有時候是好吃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吃花 又要把你們放大了 我先上半邊了也給你們看兩邊的差別 然後我今天會用蘭庫他們提供的粉底刷 不過這是我現在完全還沒有上任何底妝的皮膚 給你們看一下 這邊有兩顆痘痘 這顆就是我從Vlogmas一直跟我到現在有點陰魂不散 很愛我的那顆痘痘 最近又長了一顆 這裡原本也有一顆 不過已經快要消掉了 可能因為我在調時差有點日夜顛倒 所以皮膚狀況就不是像平常一樣那麼的穩定 不過當然這樣子十色分第一是最有說服力的 其實因為它流動性很強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不用上太多 我今天就連眼下都一起上 這邊上完敗面臉之後看起來是這樣 我覺得它直角度其實是偏中間的 因為你們看我的痘痘還是看得到 但是因為它的妝感比較自然 加上它的粉底夠水透 所以其實可以疊擦 看起來不會很厚重的 不過像鼻翼這裡跟法令紋 都沒有任何那種剝附貼的樣子 也可以在重點部位做加強遮蓋 黑眼圈也可以再遮一點點 在比較需要遮瑕的痘痘 痘疤 還有黑眼圈做疊擦之後長這樣 一樣還是非常的自然 而且完全沒有那種 好像上了很多層粉的樣子 然後我們來拿一張衛生紙 按壓看看會不會有粉痕 我真的按壓很多下 完全是白的 我現在來把另外半邊補上 聽說這款粉底是靠光遮瑕 它是運用光線折射來校正膚色不均的問題 裡面還有超能油水平衡科技 可以針對皮膚乾燥處補水 然後出油的地方吸油 所以它很適合各種膚質的皮膚 聽起來覺得非常高科技的一個粉底液 這刷子超好用的 我才推幾下它就全部暈開了 而且刷上去之後都不會有粉痕 我發現我忘記跟你們講一個很重要的information 太久沒有做粉底實測 請大家原諒我 我的色號是P001 這是全臉上完之後的微霧妝感 我先去畫個淡妝再回來 哈啦 結果根本不是畫個什麼淡妝 就是越畫越多的概念 這對於一位就是要一整天帶一家的宅女 妝是不是有一點點太多了 沒關係至少我今天可以當個漂亮的宅女 你說是不是 現在是下午1點18分 不過我剛剛畫完底妝的時候有瞄一下時間 那時候是下午1點 所以我剛剛大概只有花15分鐘畫完剩下的妝 那通常我實測的話一定會帶妝大概至少8到9個小時以上 不過因為我現在晚上常常9點之前 就會不小心在沙發上睡著 所以我今天剛好可以靠這個底妝實測來盡量調個時差 然後雖然剛剛我沒有塞在臉上 不過他們這一款粉底液呢 同時也有推出氣墊粉餅 主要是方便大家攜帶出國或是出門補妝用的 而且它可以同時跟粉底液做使用跟搭配 就是你上完那一層粉底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在比較有光澤的地方 像是鼻樑或是顴骨跟臉頰這邊的話 你可以做輕拍 那樣子可以讓整體妝效更水潤跟更有光澤一點 因為它的妝感我覺得 是比較濕一點點的 比粉底液再更濕一點 所以兩個可以這樣搭配使用 OK 那我現在要去吃個午餐 然後我等一下再來跟你check in 4個小時之後的妝感 欸 我的手機 我要去拿手機 拿手機是為了給你們看一下的時間 5點18分 所以已經過了4個小時 我剛剛吃了午餐 喝了咖啡 又吃了水果 然後看了一點點的terrace house 後來都在剪影片 4個小時內我也做了蠻多事情的嘛 所以現在要來做第一次的check in 點看一下我目前的妝感 整體還是非常的服貼 而且也沒有任何乾紋出現 尤其是這裡還有鼻翼的地方 額頭跟眼下看起來都還是很完整的狀態 然後目前4個小時也看起來完全沒有暗沉 而且我覺得現在妝感看起來比剛剛更自然一點 因為它已經有點跟我的皮膚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然後鼻子這邊看起來有一點點自體發光 不過是非常漂亮的那個亮度 這是4個小時之後的妝感 那我現在就要從宅女身份切換成主婦身份 開始出去備料做晚餐 今天應該不會煮太複雜的料理 就是肉骨茶湯 因為很好打發 只要給Kevin再煮個麵線就是他的一餐了 那我晚上不想吃澱粉的話 只要喝湯有肉又有菜 就是剛剛好身體不會有太多負擔 那我就先去煮飯了 我們在4個小時之後再見 嗨 又是我 現在是晚上9點28分 我很努力的撐到現在 而且剛剛Kevin跟我講說 今天可以不要8、9點的時候約在沙發上睡著嗎 然後我就充滿自信剛剛講說 我今天要做粉底實測 所以我必須要撐到9點半之後 在那之前我是不會睡著的 所以希望明天的時差會再更好一點點 來給你們看看這個底妝 經過8個多小時之後長什麼樣子 目前這樣看起來還蠻像奶油肌 鼻子這裡的微光澤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痘痘的地方看起來都還OK 我的bronzer也都還在 眼線跟睫毛膏都還在 有一種越玩越美的感覺 而且它完全沒有暗沉的問題 OK那蘭蔻今天這個零粉感超十九粉底液的實測大概就是這樣 你們看到我從化完妝到四個小時跟八個小時一整天下來妝感的變化 目前就是呈現一個最自然的奶油光澤機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們最近櫃上有一個活動 只要你購買任兩件零粉感超十九底妝系列的贈品 其中一個商品必須是零粉感粉底液 只要買三千五就會送超可愛的奶茶拿鐵刷具組 其中一個就是我今天拿來上妝的粉底刷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是蜜粉刷 而且刷毛又軟又蜜 就像我今天用這個粉底刷刷上去完全沒有粉 可能又很好暈開 蜜粉刷也超級軟的 不會有刺刺的感覺非常舒服 重點是只有限量三千組 而且那時候我拿到的時候他們其實還有一個鐵盒 非常可愛 只是因為我心裡箱東西太多 我帶不回來我只能帶食品回來 所以如果你們本來就有在觀望這款粉底 或者是對它很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找機會套櫃試試看 或是詢問一下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也希望你們還喜歡今天的Shelly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 明完畢